加拿大首都郭太华 今天我们来到这儿了 据说秋节从这儿给英国打个电话 像中央公园这块我感觉 对 议会大厦那块 一个叫上医院 一个叫下医院 一个参院和中医院一样 敲门 你别讨厌啊 这个这有对讲机啊 小土豆不在家 这有点相当于DC的那个 对 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 或相当于DC的 DC的什么 宾夕房间 有名的约克街 除了这些美丽的地标的地方 也有让我们失望的地方 根本不是想象的 那帮YouTuber说什么 北美最干净的城市 傍晚我们特意跑到唐人街去觅食 这拆在趟这个边上了 哎呀 怎么这么落后啊 是啊 你这地方有太过好吗 那啪啪啪呀 这是加拿大首都啊 对啊 好 请跟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天一夜在加拿大首都 郭太华有什么好看的 还有什么特别不好看的 郭太华建于1855年 截止去年2021年 拥有一百万城市人口 加拿大的第四大城市 穿过城市中心街道 就到了前面看到这个绿顶的嘛 这一片就是 郭太华最著名的旅游景区 因为呢 这是首都嘛 它就是加拿大的政治中心 也是联邦政府的所在地 所以你看这一大片绿顶的 葛特市的建筑就是他们最出名的 叫国会山 Parlement Hill 这是艺术馆的地方哈 就能够大支 终于咱们去看看哈 加拿大国家美术馆 面积将近5万多平方米 所以从空间来算 它是北美最大的 艺术博物馆之一 它包括你知道有多少个艺术品吗 美术馆的左边是渥太华河 这边风景非常漂亮 值得一看 我们担心时间就继续往前面的公园草地去看看 那边就是他们的议会吧 这些 这一圈也不可以 环石一圈 有很多大厦 城堡酒店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都是哥特市的建筑 非常呼应 那边就是博物馆 加拿大的议会 国会山那片是这个城市最有特色的地方 咱们一会就过去 再往北呢 就是刚才咱们去过的这个国家美术馆 很悠闲的小公园啊 公园中间还有一个上校的雕像 往前到了李多运河 下边这条河呢 你看那一层一层的 这是一个水闸 一直通到沃泰华河里 防疫进去的可以逆流上升啊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呢 这个水闸的这个小屋 你看这个加拿大旗半旗 我们为什么这是半旗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那个什么枪杀了 那个人拿刀捅了十几个人 这运河现在夏天也是开放的 可以来坐游轮 07年的时候 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遗产 这个好像是一个hotel吧 你看他们的女王 对啊 英国女王的这个主要的 蛮有动的 过了桥就到了国会山这一片 不停的维修啊 你这块这块是挺漂亮的 老实说 哦这是国会图书馆是吧 哇 look at this this is really beautiful 这是个这是那个图书馆啊 他们在翻修呢 再往前到了这一圈都是加拿大的议会啊 国会山和夏议院 哎前面中间那块就是著名的 喷泉与火炎的那个地标性的建筑 是纪念加拿大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哎你说这玩意特别像英国伦敦那个 那个一回国会是不是啊 是不是他也故意这样 为什么他们现在都围起来了 在维修嘛 为什么现在维修呢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因为他们都work from home 晚上出来逛啊 这个城市更迷人更美 晚上感觉还是挺安全的 因为这个地方到处都有警察站岗 刚才我们问的警察 我问他我们那个总理办公室在哪儿 然后他说是这个楼 右边这个黄的 这个就是总理办公室 这不是他家 这相当于D.C的那个 对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 或相当于D.C的 D.C是什么 宾夕法尼亚大街 那是Lamore的一块 宾夕法尼亚大街 这三权分立啊 那边是议会 这边是Executive 是吧 我不知道他的法院在哪儿 国会山对面有一个年轻人的雕像 他的名字叫Terry Fox 他是在21岁的时候 开始了一个希望马拉松跑步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癌症筹集资金 他总共跑了143天 跑遍了三个多省 但是后来他右腿的骨癌又复发了 所以导致他最后 在23岁生日前一个月去世了 这也就是现在 在50多个国家都有的一个 叫Terry Fox Run的活动 每年都有数百万的人 跑步为癌症筹集资金 疫情期间他也被推到 风头浪尖的 有些反疫苗的人用它 遭到很多大家的反对 沿着主界再往前走 就是国家战争纪念碑 你看这个大碑和旁边那 都有人在站岗 走步非常的正规像表演似的 再往前一点 突然发现有好多这个雕像 原来是退伍军人纪念碑 好像在很繁华 就是绕着这个利交桥 一圈的纪念碑 往回走了一条街呢 我们后来就看到 有这么个地方 就是著名的约克台阶 看这个壁画 而且听说每年至少有两次吧 都换这个壁画是不同的 这是著名的约克街呀 这是一些小饭店集中的地方是吧 这个市场烟火气十足 很多的餐馆啊商店啊非常繁华 找饭馆吃啊 你看这儿也有中餐 留工烤鱼 那边有全聚德 上网看了一些网评 就觉得这些都是 又辣咸又贵 所以我们走了半天 后来觉得还是不在这地方 到中国城去看看 看有没有更低调的中餐 趁天黑之前 唐人街在市中心的西南边 好像挺偏的 居民区里头 这是唐人街的居民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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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唐人街啊 对啊 你看这么贵 住的条件感觉 在生活条件的差 挺慢的 全都做得挺好 这穿在趟边上了 哎呀 怎么这么落后啊 是啊 你这地方有太过好吗 我还看着 但也有破破烂烂的地方 但也有好地方 是吧 这是加拿大首都 对啊 也有好的光鲜亮丽地方 也有这么破的地方 没敢下车 咱还是回去吧 草地满住都是 咱们得喷一喷狼啊 加拿大的首都太不像样了 我们家那个叫什么 三线城市 就是因为为什么不去太过呢 就有一种可能性 你工资很高的 对吧 工资很高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退休了 尤其是你工 你没有工资 你明昂老金了 你干嘛要住在这 你生活也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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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活也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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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的地方离国卉山 特别近 只是 今天下榻这个由 据说是丘吉尔住过的一个宾馆 这是卫生间 房间很紧凑 但是你知道我发现了这个view还不错 这也有路 也有绿地 据说这儿 闹过鬼 我们比较了半天 不管是街上停 还是在哪儿停 总而言之 就都不如这地好 正是在窝台华的市中心 这个是市政府 City Hall底下的地下停车场 最多白天的收费是18 其实晚上停是最核算 晚上最多才2块钱到6点 但是我估计10、18、19 知道人也起不了那么早 然后剩下就是一个小时 一块钱加钱 正好到了美国大使馆 美国的国旗呢 如果出国旅游 最好给大使馆登个季 你知道为什么吗 继续看我们的节目 就知道答案啦